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主能够帮助我们卸下很多生活上的重担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上的包袱 道言 在这个时刻和大家讲旅行似乎有点贖庆 因为疫症大家都不单无法去旅行 就算是本地有 都未必做得到 不过 重温一下过去旅行的经历 亦都可能是一件值得的事 赏心乐事 旅行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乐事 不过因为要攜带太多的行李去旅行 要上落天桥 或者行人隧道 或者有时要追赶火车 飞机等等 有时旅行就会变成高级走难 包袱太多 难以负荷 人生其实就是一次大旅行 终点当然就是天国 不过 因为日积越累 我们在续世的包袱变得越来越多 又不愿放下一些包袱 于是要走天屋的路的时候 就举步遗奸 困难重重 那怎么办呢? 《圣灵23》的作者达美 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方法 让我们一起细心去读《圣灵23》 研究一下它的内容 它会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让我们轻松松地走天屋的路 主题一 第一个要放下的包袱 就是自把自为 或者可以说我行我素的包袱 《圣灵23》开始第一句就是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们人喜欢说事 自作主张 我行我素 忘记了上主是我的牧者 不过圣经的说话 正正是说出了我们的问题 在天主所做的动物里面 羊是最不懂得照顾自己的 羊很笨很笨 不懂得保护自己 因为它们没有尖牙 没有舔的爪 还有它们很邋遢的 一只猫都懂得和自己洗面 狗都可以 如果你放一碟水 那只猫都会跑去洗身 熊人更加会在壳上洗澡 不过羊 它辣辣了 就是这样的了 我们训练出来的羊仔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 不懂得绑鞋带 不懂得擦面包 不懂得让位给老人 为何达味 以用羊 可以形容他自己和我们呢 为何不让他写 比如说 上主是我的总司令 我是他的战士 那不是好些吗 战士或者士兵有制服着 很威 有武器 甚至有长长 或者 上主是我的灵感 我是他的歌手 我能够在上主的圣泳团里面唱歌 那不是好些吗 或者说 上主是我的君王 我是他的大使 那更威 可以代表皇上讲话 人人都要听 但是有谁留意到一只药的出现呢 除了牧者之外 没有人会注意到一只药 在那里出现 达味的重点就是这里 当达味曾经是一个战士 和巨人打仗的时候 他记得他还没有羊人的日子 他晚上和羊一起睡 整晚看守着他们 他记得他自己都很爱那些药 保护那些药 所以他也知道 天主也是这样守护着我们 但未很开心地说 上主是我的牧者 他更自由地说 我是他的药 那现在 你还可不觉得 做上主的药 是一件羞恥的事呢 我们值得反省一下 自把自为 我行我素 有没有给你带来过任何的成就 你能不能够控制你的情绪 你从来没有发脾气吗 你从来没有情绪低落吗 这个是不是你 你是不是和每一个人都能够和平相处呢 是不是爱所有的人 又被所有的人不害呢 这个是不是你 你从来没有害怕过 没有担心过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你还想去哪里移民呢 怕 担心 这个是不是你 你不需要被人宽恕吗 你没有犯过错吗 你没有欺骗过人 你没有说过大话吗 这个是不是你 试试评估一下自己 你能不能够控制你的情绪 你的人际关系 是否开始动摇 想不想继续完全依赖自己呢 看来 你会依赖一个目者 如果不是 生命二十三 就要改写了 要写成什么呢 那 我是我的目者 我什么都缺少 我不停想看精神科医生 但是永远找不到平安 我要经过死亡的阴高 无法自白 当我每个星期开会的时候 周围都是敌人 甚至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一条金鱼都好像想骂我一样 的确 痛苦而不幸 将随着我 我会会于怀疑当中 直至柔弦的时日 为什么当一个人最需要目者的时候 他还要拒绝他呢 现在是一个关于生死的问题 神经说 照顺着的方式去生活 因为上主是我的目者 放下我行我素的包袱 放下自把自为的包袱 你会生活得开心点 第二个题目中是 我实在一无所决